日前 国能月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国字号荣誉的背后是台山电厂 常年优质高效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成果 也凝聚着台山电厂人的担当与奉献 记者从台山电厂了解到 近年来 该厂党委坚持不懈将文明创建 与中心工作同部署 同实施 同检查 同考核 确保优质高效开展创文工作 台山电厂创新提出 一家七家N精神文明及企业文化建设机制 通过党员活动式 道德讲堂 图书阅览式 职工之家等载体 共制作相关宣传展板 视频 微信图文700余个 让精神文明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呈现 为丰富创文参与形式 台山电厂广泛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邀请优秀员工担任宣讲员 深入各党总职部 各班组 讲述个人故事和经历 引导干部职工自觉践行社会功德 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提高干部职工的道德自觉和道德水平 树立文明之风 截至去年10月 以累计开展厂级道德讲堂20余次 党总职部班组道德讲堂600余次 参与职工1.3万余人次 创文以来 台山电厂以志愿者服务队 党员先锋队为核心 常态化开展重要节日及两会宝殿 等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参与敬老 义务之术 无偿献血 关爱特殊群体等志愿服务 展示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特别是去年6月的无偿献血活动中 该厂干部职工共计116人参加 累计献血量28500毫升 创历年新高 本台记者杨晨 刘鹏飞报道